民進黨今天公布最新的一波內閣人士 是行政院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職務 叫做政務委員 有別於一般的各部會首長 政務委員的辦公室是在院裡面 負責各自專責的領域 當中還不乏很多熟面孔 包括陳時中 史哲 還有楊珍妮 我們先從陳時中來看 他在疫情期間 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這回任命他來當政委 希望可以借重他在防疫上面的專才 另外文化部長史哲也會來出任政委 他不只在文化領域當中有所琢磨 另外他在勞工的方面也是有些相關的建树 並且還有在地方政府服務過的經驗 由中央跟地方的歷練來出任政務委員 第三位政委員是楊珍妮 他曾經擔任過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的副總談判代表 主要負責推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工作 由他擔任政委 可以繼續來推動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相關推動 除了政務委員之外 這回也公布了一些新任的政務次長的名單 包括法務部的政務次長 由前民進黨立委黃世杰來擔任 黃世杰本身就是律師的背景 他已在擔任立委期間呢 有過司法法治委員會周委的經歷 由他來出任 法務部的政務次長是適才適用 另外呢也公布了經濟部的政務次長 由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的署長何敬昌來出任 希望可以借重他的專才來繼續扶植中小企業 幫中小企業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在520前戲進行這樣的人事發表 讓內閣團隊的組成更加完整